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來做分享的車款 在公常年好像沒有跟大家分享過 這部車是SUBARU的XV 那這部車是在屬於XV的新款的二代 就是2018年之後改款的騎士 那這台車一樣是使用2.0升水平對位引擎 一樣是四輪驅動都是SUBARU最經典的一個配置 前面的懸吊系統一樣是維持賣花聲 後方的話一樣是一個雙A貝多連桿的懸吊 這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在SUBARU的車型上 最近大概近10年以來都是類似這樣的懸吊系統 那當然這樣的懸吊系統 它在操控上還是有它獨到的一個優勢在 缺點就是第一個它的底盤造價成本會比較高 第二個車室裡面的空間有可能會這樣的設計 而比較局促一點點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原廠拆下來的避震性 前面的話是賣花枕 後面的話是雙A懸吊 它前方的懸吊系統在大概最新一個世代的 不論是之前有介紹過的LEGACI BNBS之類的 或者是這個世代的話 它的離者串的固定點都已經移到車軸版的正後方 所以這個世代的話算是比較新的一個世代 它上座設計也跟其他的SUBARU的設計不太一樣 所以螺絲的除細的還有配置的話 這個是XV29的一個前面懸吊系統 那前面上座還有後方上座 KT在出廠的時候都已經有附上座 所以這些零件都不需要拆下來沿用 那這個車還很新啦 所以上座其實都還很狀況都還很OK 那如果也許有可能8年10年之後要改避震器的時候 那如果要沿用延長避震器 就可能需要額外再多買上座的KT 它對車主來說不划算 那對計時來說在組裝的時候也會比較耗時一點點 所以KT的話還蠻方便的 前方避震器跟後面都有附上座 好這個是後面的懸吊系統 這個機構在SUBARU近10年來的懸吊系統 也都是類似這樣的懸吊系統 是後方有一個上座 那它的行程算是走的比較短 那這樣有一個優勢就是 它的避震器的上座不會影響到後方的乘坐空間 因為它是走一個短的行程 可是在避震器的製造廠來說 像我們製造廠來說 也會因為它的行程比較短 像是86 86的話也是類似這樣的設計 那在行程短的有效空間之間要做發揮 就比較有難度一點點 那這台車後方已經裝好了 後方的話是配置了6公斤 前面的話是配置7公斤 畢竟這個還是一般的休旅車 所以我們還是得要兼顧它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那車高的部分這台車還蠻高的 後方的話大概是7到8指幅吧 原先剛剛降下來的時候大概7到8指幅 那今天的車友也沒有要降很低 我們會預計大概3指半到4指幅左右 因為這樣才有辦法來兼顧到它應該要有的便利性 不是會像經理的車一樣超低的 然後很容易會磨到 那這個是休旅車 家庭用車居家用車居多 所以還要考慮到它應該要有的便利性 那還有一點就是休旅車通常像U6的話 這個都是一個塑膠輪乎 如果降得太低的話 那日後有改裝旅程的話 就很容易會有乾涉到的狀況 所以今天的車高 車友也沒有要設定特別低 那這個後方的話是一個 這個裝A的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後方有傳動手 這個是Subaru最經典的四輪傳動 那後方的話是配置6公斤的彈簧 上座的話是藏在裡面 這一個的車高調整 就比彈簧跟避震器黃圈分離式的 來調整車高還來的簡單多了 那簡單的說就是它能調整長短 如果變長它的車高就變高 如果把避震器縮短 它的車高就變低 所以這個在調整的時候 對計時來說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所以從這個地方就能調整車高 那這個躺爪下方 這一個局部 KT在出廠的時候 就已經設定好了 所以這個局部的話 都是不需要更動的 不需要改變它 車高的調整 調整完畢之後 除眉的調整 這台車有超級方便 我們來看一下它行李箱裡面 要怎麼去調整它的軟硬 那在出廠的時候 就有設計一個維修孔 這樣看得出來 讓它靠著 在我正邊 這裡有做一個維修孔 那這個維修孔 我們有一個試幹 這個就是它原廠的飾板 我把這個飾板把它掀開打開之後 從這裡就能調整到處理 這裡可以看得到一個KT的標籤 一個LOGO 從這裡 這個是上座的兩顆螺絲 從這裡就能調整軟硬 往順時針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變軟 所以這台車再調整軟硬的話 還蠻方便 那調整完畢 車主再把這個飾板的話 再把它放回去 這裡有卡榫 所以上方的話要先進 再來把下方的卡榫 把它卡進去就好了 那調整的秘訣就是 左邊跟右邊呢 一定要對稱 那前面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前面的這一台車 我們配置才7公斤 那這裡有附一個上座 上座的話 這台車拆裝便是真的超簡單的 也不用再拆試板 直接把這個引擎蓋打開之後 就可以看得到三顆螺絲 那這三顆螺絲拆掉 還有下方的一些螺絲 把它拆掉之後 就可以把便衛卸下來 可是每次介紹SUBARU的車系 包含86 Torota的86 因為這Torota的86的話 它的底盤也是SUBARU的車系 我都會特別特別注意 就是它前方的仰角呢 SUBARU的最經典就是 它已經有做偏心螺絲 可以調整 回復調整Camper的角度 所以這一台車 在拆裝Camper的時候的螺絲 一定要特別注意 不能拆螺絲 不必要拆螺帽 不然它的螺絲會打到壞掉 剛剛提到過的就是上方的這顆螺絲 那它的仰角孔也是有方向性的 如果我們把這個螺絲從這裡穿過去 那絕對不行 所以這個螺絲是有方向性的 像之前經理在做直播的時候 有介紹比如說Fortys的 或者是Tiara之類的 那像這個螺絲 那種車款的螺絲 左邊穿過去 右邊穿過來 都無所謂 可是這一台車不行喔 這台車的螺絲穿孔 一定要比照原廠的 因為這一顆螺絲是偏心螺絲 它能以靠這一顆偏心螺絲 來做Camper為伏的調整 所以在拆裝的時候 這個一定要拆螺絲 不能拆螺絲 一定要特別注意 那這部車有一些特殊的 像是ABS感應線的固定扣具 油管固定孔 還有剛剛提到過 這一個世代比較特別的 離載串的固定點 它是在離載串的固定點 是在後方 這樣的設計相對來說會比較少 那這個世代 SUBARU就已經有把它改變這樣的固定形式 那基本上在這樣的固定點 以操控來說 是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 只是它在固定點 跟前一個世代 有不太一樣而已 像前一個世代的話 它在腳座上面的話 我們看不到離載串的固定點 因為像是GR的系列 還有GD的系列 它的離載串都是固定在三角架上綁 所以跟整個世代的話 是不太一樣的 那前方配置7公斤的彈滑 前面的懸吊是麥花繩 所以這個懸吊系統 它不只是負責上下 我們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它還要得負責旋轉 所以如果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沒有懸頸的話 就有可能開一開 會有鬆脫 鬆脫的話 是還不適於會有回血 可是會有異音 所以這個安裝完畢之後的話 用我們KT鎖附的板手 鎖緊之外 建議再稍微敲一下 讓它不要有鬆脫的狀況 那至於用料的話 這個是KT用料都很棒的地方 就是像主民友的話 使用的是意大利IP的主民友 油縫的話 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縫 這個是日汽車 應該有不少車友安裝的 是日本綠色的TING 那像KT的話 是日本改裝避震器 算是屬於屬於屬於的品牌 像日本的TING 他們所使用的油縫 跟KT一樣 都是使用日本NOK的油縫 所以在耐久度的測試上 都是非常不錯的 那主民友的話也是一樣 可是呢 即便 不好意思 我們還在繼續施工當中 那即便用到那麼好的油品 在 在用久的時候 還是有可能會有裂化嘛 那裂化的時候 避震器就需要做一個翻修 所以這些工作的話 日後售後服務的工作 這些KT都有辦法來應付這些的日後的維修 或者是任何一個零件 包含像這個防塵套 饅頭 這個都是很基本的一個避震器的耗材 這些都是可以單獨汰換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工廠具備的優勢 那在 在 車友的話呢 如果選擇避震器的時候 通常有很多都是需要試乘的 如果對避震器有任何疑問 有需要試乘的話 都可以在Facebook的粉絲團裡面 詢問KT的小編 謝謝大家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囉 掰掰